张大嘴发这个喝,没事就发喝,没事就张 张嘴发喝,慢慢会发了,一边发喝,一边体会,看那个喉咙怎么张开 喉咙怎么动作,怎么运动,喉咙一张 会这么发了,然后咱们就发喝音就不会张嘴了,发嘴就闭上了 也还是用发喝的那个喉咙的和口腔的一种动作,这边去发 他发这个干什么,这就是练气功的一个绝窍 喉呼吸,过去老师们都不讲 过去老师们都不讲 我记得我学过一个功法啊,也是练硬气功了,练硬气功,吃气法 还练,还练,练屁股,吃气法 他不跟你讲说发喝字音,怎么怎么念怎么说呢 他又不是老发喝,老不能后呼吸 一开始练几个 练一个呼吸,听一听 到时候再练 怎么练呢,就是这样练 夹子,一愁,都往下念 念念到就念到鬼,嗨 这这里面没念十二个字不出一个嗨吗 有个嗨,他念嗨,他不是念嗨,念嗨 一说到这个嗨,就吸气 嗨 要发一个嗨,发这个嗨,加个耳叫嗨 发个嗨,嗨 在吸气,嗨,一嗨一下,好了,就吃,念下去了 其实就是发个嗨,发这个嗨嗨 要嗨,人家一吃,就完了 这还怎么能,那个天干地之算,这么算 弄得你,挺神秘话的 天干地之,把天出也吃了,把地也吃了 吃了就来劲了,有本事了 什么天干地之吃了,就是发这个嗨 嗨,就这个问题 还是咱们说,喝二十五亩,吃气的一个 喝二十五亩,就这个 喝二十五亩,就这个 往下咽下去 那吃气,我们喉呼吸就不是吃气了 不是这个意思了 喉呼吸加上聚气法要开关窍的 这个过去的眼光都是保密的 就是我们其中一个呼吸法 还有两个呼吸法就保密的 现在还不讲的 他们说不保密吗 因为不到时候,到时候就讲 练功的方法,诀窍入手 懂得这个办法,开关斩窍的话 把这个关节开开啊 就比较容易了 叫八十岁照样能劈横差 所以让这个喉呼吸,没事叫呼,吸气呼吸,用这个喉呼吸 吸气放在韩老师讲的那个动作 呼吸,喉部 用喉部作为呼吸的动力点 动力发动点 叫呼吸的 开打开 开打开 在这个喉呼吸 要发这个喉的音 用这个喉的音 它要起作用 这样的话呢 反复发,反复发,体会体会 哎哟,哦 你发这个喉的音 哦,它去到原体里面去了 能到原体里面 所以这才反过来体会出临际禅 临际禅宗 当头望喝 过去我讲当头望喝的 哦,一下子一几凌 讲整体性 就讲这个 没讲喝的震动它的作用 但是当头望喝的一个整体性 这也是在演习作用 这一讲,哦 它一人去带着 带着声音,带着人的状态 你这一整 你这一整,它那一整,你一碰,行了 现在那关会喝 你不整,不行 气不整不行 义不整不行 义气不喝义不行 像这个呢 讲的高一点,深一点 但是我们对它呢 现在先不要更多的一句想 我什么是统一啊 你现在先喝吧 先喝西北风咱们的时间 喝气吗 不过要注意 你先别喝西北风一下 冲个大冷天那儿 喝下,重用风风 喝下,喝 发这个喝的,喝气的 一定要注意 嗯,不要 第一不要搞阴风 空气太冷 一吸气 不知道什么 但你要吸气,吸熟了 不是张嘴了 闭着口腔 用鼻子呼吸 鼻子呼吸 发那个喝呢 就不那么准了 但是你用那个发喝字的口形 喉形 喉部那个形态 你张嘴 闭着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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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喉部还是那个 喉部那儿还能不开张 那种状态 这样去发喝去 在冷空气地用鼻子 用鼻子吸气 用鼻子呼吸 同样来保持喉部那种 发喝的 那种 那个动态 那个动态 所以这个发喝呀 我们早就讲了 我们同学们 谁也不练 他也不能当好事 以前我讲了 发这个喝的 可以通关开窍 有些关节飞成僵 把那个关节 压在那儿 发这个喝的音 能把它通开 像这些最简单 用喝来通行 我们同学也不练 所以讲啊 咱们这种功课 讲太多了 讲太多了 觉得不值钱了 我们这个功课是 你练一下 就有一下收获 练两个下 就两下收获 你只要练就有收获 所以这样这个呢 有些个功课 现在你得作为 定下来 吼呼吸 只要一想起来 马上就吼呼吸 一想起来 吼呼 马上一想起来 马上吼呼吸 这个是怎么练 也不怕 这个出不了毛病 没任何副作用 咱们懒通 懒的同学们呢 懒的同学们呢 在这儿 在这儿练这个行 这也不费劲 可是呢 你不好坚持 弄了就忘了 弄了就忘了 你一想起来 不坚持也不害怕 直接想起来 一想起来 一发觉了 马上 喉喉喉喉喉 那个姿势不对 把那个喉往后拉 这一拉好以后 不仅喉这儿拉 这个胸和背 那个那个那个 都都拉 把这一吼 那肚子前方都拉 光这个喉这儿 拉的就不够了 往嘴下 喝 光的全面不行 喉喉喉 要喝 来这么几下之后 鼻子呼吸 要鼻子呼吸 所以将来以后的话 人别人一进门 你们中医怎么 咱们进去 就 呼 就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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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们这些 这么个气场 那反而就好了 一进门 到导音了 有人一来 你们这样 就 都这么响 那就很好 可是咱们就行不成 这个气场 这么大声音 不过咱们也不需要 这么大的声音 我就说这个话 什么意思呢 一定要提同学们 要注意它 随时随地 老师我不会后呼吸 不过你张大嘴 张大嘴 你 把嘴张大点 把嘴张大 都张开 就喝 就行了 这个没窍门 也没技术 会张大嘴就行 那打哈欠 我不打哈欠 不就是喝吗 对吧 谁都会打哈欠 会打哈欠 就会这个 没事 你打哈欠 那时候 体会一下 那个打哈欠 那多舒服啊 你们现在喝 舒服了吗 所以没那么舒服 不是打哈欠 舒服 就说明 这个喝的话呢 它全身一放松 喉部呢 又放松 这一放松的喝 你这可叫 就紧张 嘴也咧声了 不紧张了 那就不舒服了 还得要放松 一开始放不松 先张开 张开以后放松 体验 叫体会打哈欠 一打哈欠 抓住他 哎呦 我这体会的 有什么感觉 哎 他就打哈欠了 打哈欠了 打哈欠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一根打哈欠 就好传染 你赶紧赶紧打 一打哈欠 一打就 加一口就 还多大声呢 就是 什么道理呢 气场 气场 你看有个一打哈欠 几个人一打哈欠 好久跟着打 要传染 传染 但里没细菌 所以我们大家 一定要反复体会 你不要小看 人体生活里边 有很多有用的东西 一个打哈欠的整体性 打哈欠 全身整体性 昨天我给你们的心血管 心脑血管给人讲 半生不随 胳膊底不会动的 一打哈欠 胳膊 胳膊 举起来 打完了以后 动 得要我不会动 动 我不会动 一打 起来 整体性 脑子就发出 整体性信息 所以那一关 那一关脑子 血管堵上了 血压了 局部功能没有了 就大脑功能定位说 还有 还有等功说呢 大脑功能等功说 每个地儿只有功能 我们现在有个功能 还有好地儿不会使唤 一打哈欠 行了 一打哈欠 他一发整体 你哎 他本来就不会动 他动上了 他一打完了哈欠 又不会动了 我就说 你要学过的整体性 一个打哈欠 很有意义 他们现在练唱歌的金铁林 就是 你能提过打哈欠 打哈欠 你是怎么搞 你发音怎么发就行了 后部怎么用力量 他就现在像 现在咱们那个 明歌唱法的 和金铁林 他这样的 打哈欠 我看那个发音 他就听着打哈欠 什么什么什么 咽个嗓都不要搞 打哈欠 是整体性 喉不气息变化 对身体变化 所以我们发这个喝 就用打哈欠 那种的感受 那种的是动作 那种的意念 那个整体性 我们发喝的时候 要提问那个东西 所以这里边就是呢 很简单 很有效 为什么打个哈欠 就解疲乏呀 讲完这个道理 你在听话 打个哈欠能解乏 一乏就打哈欠 打哈欠解乏了 他把全身金都给你调整了一下 老打哈欠行不行 一个和老这么打 那受不了 可咱们练呼呼吸呢 主动的 有意识地搞 就醒得了了 就变了 就把那个打哈欠的生理技能 变成我们一个 有意识地锻炼的自觉技能了 功能就开发过来了 好好地 就解决问题 所以今天呢 我们讲更多理论不多 那么时间 就是今天 往前我都都弯后延长 今天是提前下课 提前下课 就讲那么多 讲那么多呀 先别鼓掌 先别鼓掌 今天讲的方法 讲的方法 说明讲啊 今天讲的就有意思 都是方法 你可千千万万 不要满足于这个 简单的 直接的方法 这个方法 你必须把它放到 我们要练浑原器 练以原体 这个大前提当中去 这才能够成为根本大道 不然 这里边 同样也还是属于 法和数 顶多 算个上乘功法 你要想上 进入上上乘 还是进不去 要跟我们气功的根本大道 也还不行 这只是还 这一切还都是拐棍 这还都是拐棍 还都是有形的 有形那边 得考虑个无形 考虑个无形才行的 有形之中运无形 这个有形是入手的东西 是入手的 给你入手个方便 你脑子 我要那个最高的 我的目的就过去 过河 河那边去 你要想那边去 跟那个船 跟那个筏子 坐着筏子过去 现在给你个筏子 当年到了那头了 这个筏子就不要它了 船也不要 上了岸了 你还背这个船走 如果你现在把他认死了 你就上不了岸 老背这个船 背这个船 你就上不了岸 如果我们是 搞发气法 就要经常注意 喉呼吸 我们可以 就用这个喝 这个发喝字音 做喉呼吸 如果不发喝字音 你也会喉呼吸的 用喉来呼吸 它就不成大喘气了 就用喉那儿 一开一张 用喉那儿作为 用喉那儿来开张 作为呼吸动力 这也是一种 咱们在讲那个 呼吸道的 呼吸部位的时候 讲呼吸部位 讲的说了一说 我们给大家说了一下 有时候练武功的 通关窍 就需要用喉呼吸 这种喉呼吸 就容易通关窍 窍 关窍不好通的时候 就用喉呼吸 就好打开 包括 就是腿麻了 或者是 趁筋趁不开啊 都可以用喉呼吸 棒可以去通一下 像过去像这个东西 他以前是绝对 都不允许讲的 这个整个啊 就这么个喉呼吸 能解决问题 当然你也不少 呼一下就解决点 呼呼 一喉就一下就都开了 那也做不到 这个情况 呼呼吸呢 有两个含义 有两个含义 一个含义呢 就给了普通人的呼吸 呼吸嘛 这个似乎是从这个喉 用这儿来换气的 让他们一传气 从嗓电这儿传气 这个过去嘛 就是 他说众人呼吸一喉 就是真人呼吸一肿 当然肿嘛 是脚后跟 当然也有个别人讲 讲山根的 他有的时候 呼吸那个肿 当山根讲 有的时候当脚根讲 当脚根讲 他这个喉呼吸呢 是普通人讲的 一般来说的 咱们普通人的呼吸 通过喉 通过喉来喘气 从喉来喘气 但是这个一般的 都说的喉呼吸 这个贬义词 但是气功里边呢 我们智能功里边呢 和传统气功里边 保密的功法 有一种 用这个喉 用这个喉 做动力来呼吸 喉开张 怎么开张呢 同学们 我给你们一说 你们就知道了 一吸气功 发喝 一喝 这个喉就张开了 发着音的喝 发喝 发喝 发喝呢 不能光发个正喝 再加一个儿 喝 一发这个儿的话 你就一下 整气下不去 你就发这个 就喝就把那个 喝的话 多发就喝 它喉部那张开了 这里上面喉呼吸了 这种喉呼吸 是一种过去之保密的呼吸方法 过去要开通关节呀 过关呢 气冲 冲量过关呢 得需要用这个 用这个 喝气法 它已经不叫吃气法 叫喝气法 就喝 对吧 这关键过不去了 玩一下 咽气 下去 这是 吃气东西 可以用快速的 也可以用 说你这样用的力气大 那就是呢 冲力大 那就是 往那个喉部那张开 那它往里边进去 所以这样吃气 将来就可以不吃饭了 这种吃气法呢 这种吃气法 你要避古啊 这样吃气 那就比较 比较吃饭 可能还要好一点 但是很多人呢 你一样吃气 吃不好呢 脏的难受 一喝 一喝的话 拉了就难受 你就说 拉了就 毕业的不舒服 不舒服 一开始呢 你又不耐的不舒服 你要一闹着 刚练两天 就把胸口脏坏了 那也不行 所以这里边就是呢 有个度在里边 练功有个度 掌握这个练度在里边 在同学们一听到 旁边说的 吃饭还来劲 那我们不要这样 我今天中午 我们都不能 把饭片都在 塞抽屉里边了 不去买饭去了 有个练度 现在同学们 我跟他同学们讲一讲呢 还是练功的时候呢 加一加 不要把它作为一个 不要把它作为一个 是壁股的内容去 将来需要搞壁股的时候 我告诉同学们 你们搞壁股 集体搞壁股可以 现在的话 不要自己去那样去弄 免得出些问题 现在我们呢 还需要通过另外的方法 来改变身体 其实我对同学们的安排练功啊 我都考虑过 都考虑过这个情况 方法 内容是很多的 咱能咱们配合 但是现在呢 现在不能搞成那些东西上去 因为持气法 你现在搞了持气法 持气法 你把它搞多了 气太充足了 到最后咱们这个 精力顾不住 也很有影响 所以这边 前前后都练功好多 得有很多的 前后左右扯走的地方 不是说一个方法 一直都就完了 你这一个方法 有这一个都解决问题了 还不是这么个问题 全方位的东西 所以这个喉呼吸呢 叫喉呼吸 所以过去的一般气功 它是不主要讲喉呼吸的 现在的气功 结合着讲呼吸部位 也不同意搞喉呼吸的 因为他就不懂得 喉呼吸这个喉的开张 一开一合 咱们讲这个喉呼吸 两个意思 一个讲喉呼吸部位 叫钱 可我们要把喉作为动力 喉的开张作为动力 因为那一家喉这个地方 它既通着气管 又通着石管 这一阵动 里边通着肺 下面通着整个 常规系统的粘膜 都冲进去了 这直接是 走着三交的气 直接补元气的 这个情况是 所以过去呢 算为一个 都算为一个特殊的 秘诀方法 以后我们讲吃气法 还讲这些问题 还要讲它 你管他们吃气 有人吃气 说一张嘴 一吸气 拔嘴 拔嘴 拔气 张嘴 那边 往下咽气 那样咽气 你没有通过 这个喉呼部的震动 这个船 广下去的气 喉呼部有一震动 它就一震 一下通过粘膜船 进去了 在那个气 往下走 这个气 一下顺着 这个喉 这个喉 喉不上一震动 所以粘膜 直接到了 很深层去 能到很深层 就这么一个 你就看那么个简单的 发一个喝呀 一个喝呀 那个情况就是 完全不一样了 传统技术不是讲喝 这什么呢 那时候很神秘 那是让天干地支 加到一起 它吃起不让你老吃 一口气一口气一口气吃 熟 夹子 夹子吗 夹子一筹 完全熟 夹一柄的物极更新 人鬼到鬼 鬼害 一碰到害的时候 一到不一碰到害的时候 这就开始吃气 夹一柄的物极更新 人鬼 他那个鬼 第一个鬼 是什么呢 第一个鬼的话呢 是 你看呢 子丑一门 无畏深忧 虚 害 虚 前面 忧 那是个鬼忧 当时到第一个念一圈 念六十个 才出现鬼害 鬼害 最后一个鬼和害碰上了 鬼害 好了 开始吃气 从鬼害开始吃气 然后他往下念 就转一圈 转一圈 一个夹子里边是 一共是六个 一共是五个害 五个害 五个害的话呢 你就是念发五个 那么数这么一圈 吃五口气 其实害的话呢 那就给那很神秘化了 天干地 只要害 掐着就觉得这么数啊 那么数 让一下 这就好 你到这个害 就跟哭一样 来一个那 还要下这么数 其实呢 不是那个鬼害 就是那个害 你又发也是个呵 害你说 害 害不了 害不了 因为害也是个呵 也是个呵 是个呵 你害不了 你从嗓子那出来 因为害的话呢 就是个呵啊哀 你哀是靠前面的音 你要从猴那 就是猴那就是个呵 就是个呵 你把他过去切音呢 一切 那个切音的前面 就是从猴那出来的 你后面的害 你哀出不来 哀到前面来了 就是那个呵 所以就是 就是个呵 就是个呵字音 所以我们把他拿出来呢 就讲 发呵字音就完了 所以我们把古人一些东西 我们就给他这么 就跟他们分析出来东西 他的合理的东西 他精化的是这个 而不是别的东西 而是把那个猴张开 猴张开 所以古人不是讲喝 讲害 我们学徐老师 那个就是 这还一个手背着 这个时候掐着接 先从鬼害开始 念完了以后 安安静静 念完了之后 先给鬼害 你鬼害 然后这甲乙丙丁 就甲子 叫他们所谓甲子 医头 这就是以害 然后定害 几害 心害 又鬼害 又鬼害 第一个念害 他回了以后呢 一圈五个 这家第一个 一共是六个 六个 他就不愿意老吃 就让你歇着 就上上去休息 吃多了也不行 这个情况 我们总的 不是念天干地之 大应天干地之起作用 让你休息一会 这么个问题 现在我们吃 就是不能老吃 老这么吃 就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当然有个休息 有个休息一下才行 所以练功得要度数 今天我们讲吃气 我们再全面讲它 吃气的时候 有吃五方气 吃什么什么气 吃北斗气 吃水气 我们都有 有东西我们再具体讲 第一个 喉呼吸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